政府普发六千块在今天开放登记 首天是开放给身份证结尾零以及一的民众 像我的结尾刚好是一就可以来登记 早上八点开放登记 打开官网输入身份证字号 银行代码及账号 记得健保卡左下方的卡号也别忘了 确认所有资讯无误完成登记 虽然流程短短一分钟 但对长辈来讲还真的是母沙沙 到邮寄啊 就这样就好了啦 对啦 尤其我们老人家手机都不会用啊 你上网什么东西的 现在那么多骗的邮局最保险啊 长辈对于网络不熟悉 加上近期诈骗评传 甚至有长辈收到自称是数位不发的诈骗简讯 传送的网址都是假的 所以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到邮局领 根据财政部统计 截至早上十一点 大约有四十四万人次登记 飞流登记会一路延续到二十六号 三月二十三号开放尾数二三号 二十四号开放尾数四五号 二十五以及二十六号 分别是开放尾数六七号 以及八九号 系统开放六个月 最快四月六号就能领取 另外台中地区则有58处协助民众上网登记 到时候领到钱 各大银行就要比谁的放大数比较厉害 将来银行推出十倍奉还活动 今年五月三十一号前实际入账 并用降降卡认刷一笔消费 即可想抽六万恩典 入账到Linebank账户就有机会抽iPhone14 128G 国台市华前十万名登记成功入账六千块 指定通路刷卡消费 向最高百分之三点五回馈 还有单笔基金申购零手续费优惠 迎接等待已久的六千块 当然要精打细算 体别新闻 时空商与品杰台北超报道 普发六千元如果你是选择要登记入账的 今天开始开放上网去登记 但是现在你可能发现会有很多相关的网站 小心这些都是钓鱼网站的 所以现在财政部他们就有成立一个网站 它才是这个现金宣导的网站 里面它有一个就是防诈骗专需 它会告诉你有关这些诈骗 它相关的资讯影片还有懒人包 要教你怎么去分辨 什么是正版的 什么才是这个诈骗的网站 要告诉大家这一个专区网站 它的网址是6000.gov.tw 要告诉大家要怎么来分辨呢 因为这个6000 要小心它是数字的零 不是英文字母的欧 所以大家要上网的时候 要小心这个6000 另外还有政府机关 它专用的网址都可以看到 结尾一定是.gov.tw gov的前面一定是 它不会有任何的英文或者是数字 结尾也不会是COM 所以要请大家在上网的时候 千万要小心 而且政府他们也说了 他们是不会用任何的简讯 或者是电子邮件来通知 你要去领钱或者是要登录 更不会用电话来要求 你要去ATM转账 或者是要用银行来转账 这网路银行转账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民众在接到这一些 比如说电子邮件啊 或者是电话的时候 就要小心你应该是被诈骗电话 来打来骚扰了 主播 3月22号早上8月中就开放民众 线上申请普发6000元现金 但是要注意是诈骗集团 有可能会躲在荧幕背后 敲敲键盘 民众一不小心点进网页 就有可能会是诈骗网站 输入关键字查询 全民普发6000 跳出来的都是相关报道 只有两个管道可以登入正确官网 第一进财政部网页搜寻 不然就是记住这串网址 6000打GOV打TW 每个英文数字都要正确 数字0就是0 不能是英文字母的O 网站最后一定是打GOV打TW结尾 缺一不可 必须这么仔细 就是因为真的官网都还没有开放 只有诈骗集团蠢蠢欲动 刑事局警方已经挡住四个假网页 就是避免民众点进假网站 收入身份证健保卡金融账号 被窃取格子 这个假网页网址就差很大 HTTP变成HXXP 结尾还有DOTCOM 政府官网只会有一种结尾 就是.GOV.TW 另外 疑似有公司实施内部资安检测 以零六千元的内容为例 结果引发误会 员工检举警方已经通知下架 目前无人受害 最后两种假网址长这样 警方已经用165反诈宣导文覆盖 或是直接撤除网页 只是反诈需要中央联合地方防堵 165收到检举 从源头彻查 地方警察又该怎么隐隐 透过远警的网络寻查 针对这个群组 或者是简讯的部分 来积极来查查 那如果我们有发现 这些假网址的话 会立即通报业则 来阻断这些网站 遇到可疑网站 或是发现自己的资料 已经被填写 不要慌 赶快报警 而在此之前 不明网页或是简讯 通通不要点 掌握关键原则 才能避免上当 提问黄一姐 向文乐道 而这次政府普发6000元 除了线上登记之外 还有其他的领取管道 以及投奴优惠 再请品仪带我们了解 今天普发6000 是开放登记入账 来上网来登记 大家可以看到 今天是有分流的 今天是身分证数字的 尾数是零或一的 就可以在今天先来上网登记 一直到26号 都是有做分流的 所以请民众要登记的话 就要小心这个分流的数字 不过大家也都很想知道 如果我去用这一个登记的话 大概是什么时候 还有用什么方式 可以最快来领到这个6000块 因为现在有五种方式 但是你如果是选择 直接入账 或者是登记入账 或者是你是偏乡来领取的话 最快是4月6号 就可以领到这6000块 但是如果你是选择是 ATM来领现金的话 是4月10号可能就可以拿到 最后一个就是 你是到邮局去林贵来领现金的话 预计是4月17号才可以领到 这个是最慢的 不过实际领到的日期 还是要等这个行政院实际来公布了 只是大家现在也都很想 把这个6000元 除了这个6000元之外 我是不是还可以善用它 可以用它来做更多 把这个6000元给放大 所以现在有一些超商 比如说他们就会有一些通路的 这些优惠 像是你去买咖啡的话 可能是会有买一送一 这一些是在超商 有一些优惠的部分 另外你如果是去 这个银行来开户 为了这个6000元去开户 然后存钱的话 也会有一些利率上面 他也会给你一些利率上面的 这个存款的优惠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刷卡上面 也会有优惠了 最后一个就是餐饮消费 在这个的话 他们也想要抢这个6000元的商机 所以民众都可以来研究一下 到底要怎么把这个6000元放大 而为了方便民众 以登记入账的方式领取 台中市府将在各区公所 护证事务所开设58处服务柜台 由专人协助民众线上登记 要继续交给品营 虽然今天是开放上网登记 不过现在台中市政府 他们也担心有一些人 他们是不懂得用这个电脑来操作 所以台中市政府 他们是在各个区公所 还有护证事务所 总共规划了58个服务的柜台 来有专人协助大家可以在线上登记 但是民众要注意 如果要去这个护证事务所 或者是他们的区公所来登记的话 一定要记得携带身份证 健保卡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金融机构的账号 这个是都要带在身上的 但是如果你是还没有满13岁的 他们是可以有监护人来帮忙带领 只是在这个身份证 你在带身份证过去的时候 其实也要记得 因为从今天到这个26号为止 都是有用这个身份证的尾数来做分流 所以民众如果要去的话 都要记得自己的身份证尾数 是哪一天去 但是也不用急着 就是要在这个礼拜去 因为这个登记的日期 是维持6个月 所以其实民众不用急于 现在就马上去了 主播 请不吝点赞